化妆间一直在说伞子别错 哈哈哈哈 哎来了来了好了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较量啊 蓝色方 ng 红色方 elf 这个其实先后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都是嘛 然后 ong 这边也差不多 他们可能在猜 omg 想拿 安娜 所以拿个千基础了 拿安娜吃的亏其实不少了 罗门你觉得就是安娜这个点 在这个版本算不算是陷阱之一 陷阱的话我感觉也不一定算得上 可能在强队之间的话 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吧 就是你觉得这个事实还是强队打弱队好用一些 对 太拘谨了 哈哈哈哈 可能是 哈哈哈哈 呃我印象比较深的之前采访 omg 那一场嘛 他们也是在最后一局的时候选择到了安娜中路 当然有问到kq kq觉得我们打野拿到鬼使黑 我肯定前中心要拿一个强线稍微厉害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保野区 但是这一局的话可以看到kq并没有去锁到安娜 对的 打反心态了啊白童子 安娜这个点说实话就是 强队互打很容易吃亏的原因是 这个是什么本身就是我在前中期作用比较大嘛 嗯 然后我打到中后期如果被拖到20分钟 你不说20分钟189分钟 这个事实人其实就有点刮了 对 这应该不是尬黑吧 这就是尬黑对吧 这是事实 就你如果说你看LF和MG打他们经常打到189分钟20分钟这种情况 哎那这样你这个安娜这个点就会非常的难受 没错 而且我们可以纵观一下刚刚的话第四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拖到后期那你前中期比较强势可能后期比较乏力的阵容就会有点难 所以今天OMG面对LF的话这一场还是要考虑一下整体阵容在后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一旦说万一拖到后期你有没有能够撑得住的点 对第三局LF那一局失利其实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 嗯就是说他们白藏主配一个鬼使白是很怪的一个选择啊 哈哈哈很怪的搭配 但是和罗门也讨论了罗门感觉就虽然没说话但满脑门都是问号 哈哈哈可能前中期你想要面对对方的一个反演的话会有点束手无策 嗯很难受哎 如果这一局进入到盲选了感觉白藏主就没有那么香了 比他强势的点多的多还是要选择相对来说自己比较拿手一点 这事实讲道理如果就不是盲选其实也不香吧 嗯确实 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白童子这个点选出来的是不是 哎白童子这个点确实现在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因为这是在盲选局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五局的精彩较量 蓝色方MG红色方LF来到了双方争夺赛点的局 我是本场解说乔野 大家好我是阿如 大家好我是索罗门 微信搜索京小店同学小淳许京东年级其他专属大学生的三非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即可抽取iPhone13个有大厂实习等你来站 哎没错呃这个白童子对线千基的一个千基对对对线千基的情况现优先能拿到呢 这这俩是人对打的话感觉千基还是占优啊还是占优啊 还是占优啊你一级不行打三级抓到了翻面翻了面还被卷到了 哎呦直接带走 这个云绍有点难受住了顺步还交了 那这样野区呢 野区 on g 直接来了 n g 直接来了 就说 看一下想先刷魂伤哎 这波重施顶到了顶到了夜兰 这边打了那这样 麒麟应该就不好拿了要得赶出去 走吧 盏子状态不是很好的 夜兰有点小残 哎哎但是这一波速通 我说 哎呦有这么极限吗 秀的秀的 有细节的是 顺步之前挂了一个技能走掉的 技能加普攻走的 哎直接带走了夜兰自己顺步过墙 回到了自己的一塔之下 好像直接 以及抱还一抱 是的 这波新银是相当敢操作啊 这波新银 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对线的一个情况是正常的 1v1和2v2 小伟在第一波的时候的话拿到了 第一个人头初始之一 那这波跟银又是一个1v1的情况之下 还率先升了2级 可能对线银会有点难受了 2级打1级上来 摸掉一管血条 对 而且双线 也没有自愈现在 1v1 没有的 银好像上线就把自愈交了 是 对不对 这线很难受的 有点有点痛苦了 好下路这边星银刚刚虽然说拿到一个人头 但是上线的一个速度 可能要略慢一点 所以这边的话 率先被抢了个2级 城市再往过跟 但是反手要被挂一套 呃值得一提的是 elf 的研磨体系 应该目前是 opel 十支队伍里 最强的队伍之一 是的 他们研磨体系 顺率非常高 对有点难破 罗门的 就是打渲戏赛应该有遇到过吧 对 感觉怎么样 他研磨 爽不爽 说白了 有点独一党的感觉 对 好看一下 踩一脚 怎么跨到位置了 白说点 被打起来了 这一波配合好细节 是 MMT 的点线 配合夜兰 留下一个之后 绝对想走 哎 走不了 对加冰线后面 这边还在加炮 反应说 挂个普攻就能了 是的 点掉 这从对线上面 就直接炸开来了 确实 而且这波星夜 非常烈的一点是 率先被对方2v2进行单杀之后 自己还要掉一大波兵 MMT 这一波抓机会 真的抓的太顶了 是的 他就抓到了你预转金的走位的 一个失误 直接把你顶起来 那目前看下来 从对线方面 LF 下路组 现在是拿到很大的优势 上过现在 下路的资源还算是生气的 这无疑对OMG来说是个坏消息 太坏了 在前中期打架的话 LF 爬开杨莫这个点 其实整体要比OMG要略强一线的 而且现在LF有优势 第一条圣骑楼的归属 LF 战友率会大一些 是的 马上还有50秒钟就要刷新 第一条圣骑楼了 没错 这个野区资源 说实话 圣骑楼刷的对OMG来说 目前这个形式有点灭顶之灾的 哎呦 哎呦二挂大 这一套伤害 哎 走位躲一下再踩起来 挺起来 反手拉个碎 问题不大 好 自愈交手 星夜也是敢操作的 他虽然说就是刚刚 和 狗狗被限杀了一波 但是压的还是很凶的 感的 就是 合理利用自己这个适审的机动性嘛 他的优势在于他比炎魔在前中期 对 对 灵活一点 是的 他就转着圈的打就可以了 只要不被对方的MMT踩到的话 没什么大问题 没错 躲在小兵后面 要看一下中路 圣权 哈迪斯是稳拿的 对 我扣的赶过来 凤厨拉到 小尾 哦小尾也过来 这小尾能压可以进吗 哎 回来 扣这个蛋 是大好像是空掉了 有点难受啊 反正是留下的kq 是的 再找人 云赶过来 应该是不太好留了 哎 他这个位置状态也不是很好了 点到为止 哎 那这条圣器了 可以有机会去摸一下了 LFO 4分20秒 是的 直接想要动手上 先转一波下吗 看一下怎么操作 呃 小尾是大招没了 刚大招好像在中路空掉了 是的 罗门好开心 哈哈哈哈哈哈 罗门罗门注意嘴脸 注意嘴脸哈哈哈哈 老师我看到小尾空掉大导致 中野双招 中野的顺步都已经交出来了 对的 估计在卖里肯定会很激情吧 是 这很激情被骗到了 哈哈哈被队友骗到了 好 升级楼的话也是被LFO直接拿了下来 这样LFO在前中期的优势 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没错 我们看一下上路这边的话 刚刚云是让了一波线去给到了二印 打过来 云这几局打下来感觉 一直在给队友在不停的让东西 他有点难受今天 主要他今天玩的一些试神 也确实吃不了太多经济嘛 对 好看一下下路 这边还是正常的2v2对线 我们注意现在的一个经济情况 LFO三个人头领先了1400 呦 特异这边换一波雪问题不大 只来尸身换血的话千击确实 比较好打白东子 而且就是 千击的优势在优瓦现清完 我随时掉头就走 对 特异这边是想打3v3吗 这边在争夺达摩蛋 千击的蓝量不是很多 阿哥大招空了 现在拿了一个盛气楼 LFO打团太舒服了 整体节奏有点顺 对于LF来说 无论是线上也好 还是说在野区资源的一个争夺方面也好 都比较顺 没错 这边再站一个达摩蛋的视野 阎魔这一局如果不管的话 他接下来 可以成为OMG的一个星头大患了 对阎魔这个点 你别管他削不削 或者说那个虚势三个剑削不削 他这个世神在中后期的输出能力和削弹能力 还是独一党的 是的 因为目前没有什么世神 就是说在中后期比他削弹能力更快的了 罗门这个时候摇了摇头 哈哈我觉得犬神是最强的 哈哈哈哈 啊看一下 现在 中路的经济差距是有一个人头和一个助攻的经济差 OMG接下来想找节奏的话 他们应该是想要拖尔印这边起来 然后抱着虫师家原来进去打大团 是的 哎那这个位置啊抽大招挂到黑进了 三包一包大 挂下伤看 你看看云的条法 云之波有白进保下血线翻个面 白童子过来 白童子 大招技能怎么拉 结果只拉到了一个云外进 双方互换一下技能 没错 这波的话应该是没有后续了 可以及时撤退了 没错 刚刚扣子大招是锁到的鬼使黑来着 但是对方来的也是比较急 这是什么伤害 这还只挂到了饭管套 是啊 好在防御塔的话也是还了研磨一口啊 没错 如果就是说挂一整管的话 可能这个 预算金的血线下去三分之一多 感觉有点很危险 来了 但是云这波没带大的 虫师打招直接抬起来了 没错 虫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比较能限制云外进的 嗯 你好高冷 哈哈哈哈 但是你笑的就不太高冷了 所以现在 分析一下罗门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一把我看 现在omg很被动现在是 很被要开 想去开对面的研磨 云外进你黑镜关一下 然后虫师开个大招 直接走出去了 然后他们接下来起节路点 应该就是靠养着耳硬 然后虫师带耳硬 加上一个云外进去打正面团 嗯 这个还比较吃天时地利 是的 就是 而应得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把魂伤刷出来 然后冲进去 这样去打角局 呃 这种情况下 白铜子的担子就比较重了 他要把血线磨下去 如果说打团的一个技能combo 里连接的好的话 其实二人一是有机会转起来 没错 对不起 我五个人 小包锁住一个 虫师被锁 那问题不是很大的 哎 这个伤害 大家从事没上升啊 绝对前击留了下来 这波原来进 白铜子拉回来之后 全部被拽回来 原地挪缝啊 双口这里拿回之后 白铜子说再去留 有角度可以留原来进的 电调 四个人拳脚 这一波8分55秒 暗计节奏炸开来 确实 第二个盛气劳 完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波回放啊 直接是阿扩过来一个大招 这波没上升的吗 没有上去 而且他身上挂了轻石 直接被带走了 反手这边白镜 直接拉回来的地方 有没有一种角度 有没有一种角度 是说这个白镜 如果不放的话 有可能有可能走 对 是吧 对 你别对 罗门你说 哈哈哈 哈哈哈 如果不白镜 可能会走两个啊 二物的话 估计是随便走的 但是 回来了 咱俩的对 不重要 啊 罗门觉得对吗 哈哈哈 很给面子 这确实是有一点难受的 看一下 现在阎萌已经开始疯狂的输出 这波下二退下 先放逐一个 压到了 而一 而一被动出来 打算卖自己 让队友撤退 坏了 坏起来了 omg的绝对c位 其实这一局是耳硬啊 是的 而且蛇刷了现在 对方阵亡的又是一个打野位 我们注意经济 我们注意经济现在差距有点大了啊 嗯 5000多将近6000 好的 大家看一下这条蛇 有没有可能直接摸下来 有研磨打的 还是很快的 对方 qq现在手里是没有改到 想不 哎 直接要带走啊 哎呦 kq这边被点掉 现在 omg只是三个人打正面 这波大蛇应该没有机会了 云能不能救世啊 云 云有没有机会啊 之前创 创造的奇迹 能不能再来一次啊 云小走进去 但是没有事业 是的 从此开启到二技能 苏冲美了 直接被带走 L5直接勾引你啊 回来 反舍拉顺波 云活了 托到了时间 但是云现在的经济只有5600 并不是被神的理想 哎 怎么办 过吧 回去摸蛇了 lf 太难处理了呀 这个蛇 爱尔普可以直接摸掉的 这个蛇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想法 从事直接开打过来想杀 想抢 但是没找到直接被逼出来 而不现在非常的稳 是的 哎我现在不给你一点 这次下午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 云这个位置 他还想估计从事吗 从事 而不被抢过一次 应该不会再吃这个亏了 哇 lf很稳 不打了 直接求稳回家 直接撤了 第十一的人头比经济领先了五六千的情况下 这么晚 是的 因为确实今天那一局被抢完死了之后 还是想更加稳健一些 对那不被抢完之后 我就听罗门一直在说的一句话 13级拨16级的想拨 拨赢了 确实 完全在大优势的局势 没有必要去拨这种 概率的东西的 对 你的筹码现在是兵线 就可以把ONG拖拖垮了 是的 这你视野上的优势 然后经济上的优势 可以转化为就是往野区入打团的一个先手 所以LF没有必要尝试风险举动 是的 我们看下侧翼LF目前的话要怎么去运营一下 这条大蛇 他们现在 想依靠这条蛇过来逼团 好蛇 我们看一下 哎 阿扣这个位置 大招没锁到 这波大招放空了之后的话 可以稍稍撤一下 下路的兵线 OMG要去清一下的 好 阎莫现在 这波想找原先 哎呦顶不住直接翻面 能走吧 还好 但是虫师大被逼出来了 是的 这个很关键 这一波ONG的虫师大被逼了 嗯 那既然他们进场的话 要白吃很多的输出 下路 注意一下 哎呦 打残了扣的 阿扣 再挨两下平A就没了 今天星夜很勇的 是的 在看来论战之中 刚才一般经被打被打碎镜子的时候 小伟还放了个大招 又控你一个大招 啊 哈哈哈 你是真的挺醉的 哈哈哈 这个细节都被你抓到了 对对对 因为因为罗门说我是玩上单的 所以我的视野锁定在上单身上 两队是有恩怨和渊源的 哎 他们目前的情况是六关五压 看一下怎么想要开 顺不过来 但是小伟杰三技能躲掉 是的 阎莫大招今的架炮 想找一下叔叔的角度 正面的视野 阿扣抓到了 阿扣想要反逼一波 看一下前击怎么处理 前击的大招 技能在这个地形 可以形成一个很有效的限制 好是也先拿了 圣七劳圣七劳 去一下扣的已经 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过去了 三圣七楼吗 直接过去摸了这一波 玩机发现了 但是能不能去 好像 耳硬耳硬耳硬 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去了 不去了 直接放三圣七楼 三圣七楼 哇 这三圣七楼有点致命啊 三圣七楼加5200 五千三的一个经济差 而不硬托你 是 这个就硬托着 玩具有点难受的 十三分四十六秒啊 整整五千的经济 我们看一下 侧翼这边研磨 也在往大蛇坑附近去赶 玩具不敢进场 他不敢往场旁边靠 他怕被锁 是的 这就难受了 又有云外镜又有大跃玩吗 预章斤就刷了 漏视野了 现鞋的相对 看一下扣得大家进来探草 他们现在的优势 足以空一个大招 少一个大的 直接回来摸蛇 预章斤下中的头像我会赶 我们的赶过来 看一下 而不还要选择再次假开 还是假开 虫师过来带了一下视野 我这么稳的吗 就不摸 这波是温水煮青蛙呀 这有点折磨住了 就纯纯盾刀子磨住 太难受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新叶现在还没露头 还没露 哎露头了 野萌能量是满的 新叶才能露下头 你不说 新叶现在赶过来 新叶不是可能来得及 而不这波甚至可以增开 但从不想不想哭吧 还在讲不 小伟 很想开 还过来了 压力手黑镜 还有个白红子 哎 对要不要接下注出 新叶赶过来 这波注意一下 云的状态不是很好了 重复开始开起来 而不就不打算追击一走 新叶的位置要被秒掉 前击这边直接秒掉了 新叶赶索再去处理后排的pq 白同志被秒了 二一这个位置有魂上 但是每座 又都有倒地三人 自己面对五个人 脚掉又是倒地四人 是的 只剩个云啊 那 上一波不太可能吧 感觉有机会上了高地 哎 好像有角度有角度有角度 小伟经常是客户的 只剩一波了 后续那波并线马上赶过来 只剩一个云 外界是没有办法锁出这个大银的 是的 他说没有魔蛇15分28秒 是就没有发起重攻 想要只剩一波 要推要推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他现在开起来 先盖人先盖人 这一波云的起来被怎么牵不掉 哇 在平线这一波没人可以复活 复活也来不及 一波了 恭喜二部 抢先拿到赛点 恭喜 哇 真的就是盾刀子磨肉 一直磨你一直磨你 这会连蛇都不打了 是的 在那个位置来来回回四次啊就是不摸 这个抓机会能力真的有点 有点太恐怖了 这种情况就是在我们还在算时间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就是打比赛吗 你是选手你可能一看就知道能不能一波 对 但是我们我们就是解说我有说玩家我们还在算时间的时候 尔夫已经计算出了最合理的路线 一瞬间他们的抉择 和他们的执行力太恐怖了 直接推你答应的 是 很非常果斋 这波如果就 你 就如果是你们打比赛的时候会不会犹豫就是选择 我是摸实爱直接一波 这时候倒是会但是 不会像他们这么果断是吗 对 他们确实有点有点恐怖了就是这个执行力 因为就是我们正常就是一个指挥下来是要分流程的 首先就是我们指挥下下达命令之后要沟通 就是要收集意见嘛 收集完意见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统一去执行这个事情 这个执行的时候就 比方说我们军训 战队 是吧 我们要赶紧出来下来集合 对 尔夫就省去了好多步骤 第一时间人一起拥到中路了 对 这个执行力太过分了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对于指令这方面 真的就是一个人说OK全部都同时照做 对对对 这就是尔夫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说在指挥这一块的优势要比ONG大很多 因为尔夫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总指挥下达命令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不会考虑是不是对的指挥 而是说这一波我的指挥让我下地狱我都要下 他们的执行力就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 是的 所以这个也确实在这一局当中的话就最后那一波的话只剩一个云 你看就是第一波兵线只两三个兵全部都扛在前面不让云过来清第二波兵线直接进塔的话进去扛着 然后把云赶出去直接一波了 对这个执行力包括指挥确实我感觉是比ONG要强不止一线了有一点 ONG可能就是说声音是有点散的就是说他们会出现机会之后先讨论先取舍 打蛇转还是说推塔转然后再去做 ERF就一瞬间走走走直接推塔赢 啪一瞬间就全涌上去了 这个很过分的 是的 这一局确实打完之后的话看到ERF在前中心对线方面也是拿到一些优势 包括他们在拿到三条升起楼以及摸那条大蛇的时候 因为有经济领先 所以他们就不去跟你搏 我就是在折磨你的心态 一搏一搏的话这样拖住你来看蛇 势必就导致你是不能发育的 但我有兵线优势 那这样的话经济其实会越差越大 对而且打ERF最痛苦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说 其实队伍很多时候他不给你打操作 他就是纯给你打节奏的 对啊你有被折磨过吗 那肯定是像他被折磨过的 没有去训练菜还是比赛 呃什么什么样 就是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折磨你们 哈哈哈这这种话回忆路 哈哈哈回忆一下 这个你是当事人吗 你说的有可可信度啊 对吧 我们解说有没有被折磨过 也有吧应该 我们只是说解说台上就是解说时间比较久 但是罗门是他 罗门是被折磨的那个受害人 现身说法 啊 这个我不太好说现在 哈哈哈 我不太好说 别人有回忆 哈哈哈就是 就是无论是回应这个问题 还是回忆这件事情 都不是在就 摄像头面前可以说的是吧 不是想回忆 说什么很痛苦 对啊 有点被折磨的难受住了 不确实就我们看ERF他们就是从20年底 到22年中到现在 嗯 他们已经逐渐就是退去了我靠操作演比赛的一个阶段了 就纯靠运营节奏经验 嗯 我来打你 我很清楚我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来 好那看一下赛后数据 本局比赛15分16秒 人头比16比1 险些剃光头 全场输出最高的是哈迪斯的亲击 没错 那这一局的话也是拿到了三条升级楼 ERF虽然说没有摸大蛇 但是利用那条大蛇 他们真的做了好多事情 没错 嗯 那条大蛇就是反复把ONG骗过来 不让ONG去补兴计 嗯 本局这家给到了夜兰的研磨 4-1-11的KT 参战率94上下降比24 伤害转化率307.1 沉伤10% 没错 他们这个研磨体系确实是很关键 就是很多队友没法打 他们研磨胜率好像是100% 对 好的看一下上局的精彩汇放 这个可以是 我变轻吧这个剑子 下路小心点啊 杀了杀了 OK 杀杀杀杀随便杀 来是 懂不懂啊 哎呀立功 哈哈 我们的下路 我说你们立功啊 有点不可能 有点不可能立 真的吗 查了较 叮到了 哎 重施 她没上身的 还没上身的 有空吗 有空就得竿 battle 咋不了 它肯定能上升 我们лат 他没拿 空下作 паль打 白打白打 白打 把力打 打掉 全拉住了全拉住了 警密 Saints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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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边这边 来来来 雲严靖来这来这 雲严靖没顺的 冲冲冲 他的白大可以杀 杀过来杀 哎 他没顺 杀了 鬼黑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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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到鬼黑了 我都懒得理他 雲严靖是没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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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杀了 从中杀了 追追追 全杀 杀点玩的 一波咯